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您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南瓜的特色美食 适合在这个冬天你来补养身子 今天的大厨是高厨 我们各位非常喜欢的一位好朋友 高厨刚才把我们的南瓜已经加热12分钟 用微波炉加热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赶紧把它取出来 来看看它现在什么样子 皱巴巴的现在 一看就熟了 对 大家看不看到 怎么样 真不错 那咱这个容器已经做好了 你打开看 它里面的内容的空腔稍微小一点 我们再给它扩大一点 明白 你看到没有 它整个南瓜蒸完之后都热乎乎的 有点烫 当然更主要的是南瓜的香味都在里面 是吧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美食呢 做海鲜菊饭 南瓜呢 也可以作为这个里面的配料 海鲜菊饭 你第一次是说 我们直接取这个绒 然后做一个西餐 对 我们也不是完全是绒的 让它一坨一坨的 就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感觉 是吧 凝固形的 对 那今天我们做这个海鲜菊饭的话 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海鲜 海鲜用的是 这是煮好的下仁 煮好的下仁 然后加点青豆 青豆 也是熟的 熟的 超好水的 这是洋葱 洋葱你把它切成这样的小细尖了 然后呢 还要一个鸡蛋 鸡蛋 这些都属于是一种减餐 适合一个人的餐 也适合呢 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 小型的主妇 妈咪 做给宝贝吃 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咱这个容器呢 只要把它 略微扩大一点 有装东西的地儿就可以了 但是里边的这些果肉啊 都是可以吃的 你这四十桌 一块用它来直接装那个饭 一会我们把饭装到里面去以后呢 您吃了饭的时候 也可以用勺子搞一点这种南瓜 软软的 那口感呢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喝过一种汤啊 一种那个蘑菇汤 对 它是呢 表面有层皮是用这种面包那种 那种浮上去的感觉 类似于这种感觉 褐色 是吧 还好 就是您说的那个是一个脆皮 脆皮 很广东的 它是用烤制的 对 就是做完了汤以后 放到这个南瓜里面 再放烤箱里去烤 脆皮也脆了 然后里面的汤也热了 南瓜也熟了 这样吃起来的感觉 非常复合 口感特保 是吧 好了 这边我们看一看大致的加工 我们先给锅里边放点油 花椒要来一点 对 先炒了鸡蛋 鸡蛋要单独给它加工成熟 对 油也不热 咱就把鸡蛋放进去 对 因为咱这个锅子传热还是比较快的 金属的锅一般传热都比较快 那您要是热锅放下去的话 您就是来不及操作 就是在家里做呢 用不粘锅做 尤其是不用着急 慢慢的 搅一搅 让它炒香炒匀 特别好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要把这个鸡蛋炒出泡沫来 泡沫来 就是说鸡蛋炒得很碎 炒得雪花的感觉 然后呢 它还会有这个鸡蛋的香味 啊 我觉得这一道鸡饭 虽说只是一道花式的饭 但是说起的话 它的营养的搭配 你看荤素搭配 包括呢有粗粮 有我们的豆 还有呢 我们这边呢 一些算是肉类的海鲜 虾又有蛋 又有南瓜 又有洋葱 又有一会加的芝士 因为要鸡嘛 看到没 这个鸡蛋要冒泡 冒泡 这种蛋香味呢 才会足 然后呢 加点这个洋葱粒 还有这个毛豆粒 青豆粒 来放下去 炒一炒 下人 放下去 好 然后米饭 米饭要给它单独炒一炒 对 米饭是熟的 好 就是浓米饭也没关系 就是可以做隔夜饭的再加工 去处理一下 这个菜小朋友肯定特喜欢吃 我觉得我吃这样的饭的时候 总会有一种特别好的心情 能感觉到那种正午的阳光 炒散以后呢 把火力减弱 好 然后呢 把南瓜 我们取出来这几片南瓜放下去 来 少来点盐 一点点啊 然后呢 把它翻匀 这是一份很妙的炒饭 大家记得在炒蛋的时候 油呢相对来讲要给的多一点 不然的话你会炒饭的时候就容易糊掉干掉了 其实呢 油多呢 不是为了它烧 怕它烧焦 是因为这个鸡蛋呢 需要油来把它发挥出来的蛋香味 对 在家里如果单独炒饭的话也要这样做 好 好了 咱们的南瓜呢 看也裹匀了这个米粒 看到吗 没错 好了 现在我们炒好了所有的饭是吧 然后我们要 然后我们把它要酿到这个南瓜里面 给它填进去 真好真香 这一份饭里面又有虾的纤维 又有淡的香味 然后又有一些葱香 因为我们家里洋葱嘛 给它煸过 然后呢 还有南瓜绵密的香甜 好 那么咱最后一步呢 就是芝士 奶酪 咱这个奶酪片呢 或者说奶酪丝 咱们把它覆盖在口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微波炉 两分钟 没有吧 也就是现在呢 你看 我们把这个整个奶酪上铺一层芝士片之后呢 直接可以放微波炉中去焗的 那就可以 在我的印象中啊 一般呢 比如说像做焗饭 或者说像我们做披萨之类 都会用烤箱 是的 可是没有烤箱 微波炉能达到那个效果吗 只是它没有那种焦糊感 就是没有那种变色的问题 其实它融化 融化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里边呢 还是有水分 然后我们米饭里边也有水分 然后会给它传递一种热量 让它融化掉 然后我们吃起来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奶酪的香气 一般呢 因为我们这些烤箱呢 普及率不如这个微波炉 普及率高 我们大多数家庭当中呢 都会用到微波炉 对 其实呢 它做烹饪也是非常方便的 对吧 所以说你看 我们大家今天要教你做一个 时尚的微波炉料理了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啊 经常会做个便当之类的 我都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是做便当的话 您不用用南瓜 您直接把它放到您的这个保鲜盒里面 上面有不好知识 中午的时候一热它 也很好吃 我过来你那个便当一打开之后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来这边 把你一勺 所以你准备多一点 没准两勺下去之后 你自己就不够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等它两分钟左右 一会呢 这一道微波出来的这个海鲜焗饭 看看味道 走 这款南瓜海鲜焗饭的做法 是不是非常简单 用微波炉做出来的美味 不仅做法简单 味道更是一点也不输给烤箱制作的呢 将奶酪覆盖在南瓜上面 在微波炉中加热两分钟 美味的焗饭就可以品尝了 太棒了高厨 里面那种芝士的香味 融合蛋的香味 一口下去 满满的都是香啊 真的是满口香 是不是 太好吃了高厨 我发现它里面 那个南瓜 别以为我们把那种南瓜 然后挖下来 加到饭里面 好像是有点 没什么太大作用 跟大家讲 那绝对是锦上添花 一咬到南瓜蓉的时候 你发现 南瓜是甜的 然后甜的又补上了 芝士的一个chise的香味 又加上淡的香味 哇 然后我挖面一口 一大颗的虾仁 九二九半里面 太有满足感了 好吃 剩下这个呢 就是每个人做一个 它的 米饭的量也不会很多 对 然后也不会超出很高的热量去 然后我们吃起来还有很饱的感觉 高厨太时尚了 这道菜让我们舌尖去了一趟法国的感觉 你知道吗 太饭了观众朋友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宝宝 不爱吃饭 做一顿这个 从此以后肯定会追着妈妈说 天天给我做饭 让你给他做美味吃 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纪念日之类的 比如说结婚纪念日 或者一些浪漫的时刻 做这样的菜 分享给你爱的人 你们家的那个小屋 就是浪漫满屋 谢谢我们的大厨 谢谢 谢谢 小雪这个节气 包括整个冬天 您都应该多吃点补一身子的好食物 要营养又健康 当然一定要记得清淡 因为现在我们的补身子 不是光补肉就能补得好的 而是要补得合适合理才OK 我是大嘴 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关注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好味道送给大家